20號朱凱迪名單所得票數位 84,121票 Number of votes given to number 20 朱凱迪EDI list is 84,121 我現在宣佈 2號名單候選人尹兆堅 5號名單候選人鄭松泰 7號名單候選人田北辰 8號名單候選人何君堯 9號名單候選人梁志祥 10號名單候選人郭家琦 14號名單候選人麥美娟 16號名單候選人陳恆斌 20號名單候選人朱凱迪 在上屬選舉中當選 Vatican significa 21號名單候選人 6號名單候選人 Jung Kong 決賽者 Nhalt 剛剛公佈了新界西的地方選舉結果 我們又根據得票多至少到一次當選的名單 大家今天可能已經聽了很多次了 因為我們的報告系統早已計算到結果 選舉事務處在中午的12點鐘 才公佈新界西的選舉結果 現在鏡頭看到這位朱凱迪 他得到他84,000多票 應該如無意外就會是今屆立法會選舉的票王 得到84,000多票 比上一屆國家預約名單得到72,000多票還要多 不過要留意的是得票率不夠上屆高 因為選民人數是多了很多 得票率是13.8% 接著繼續下去了 當選的北會有田北辰陳恆濱 葉普城的鄭松泰 建制派梁志祥 公民黨國家旗 民主黨尹兆堅 何君堯 還有一位排第六公聯會的麥美娟 現在畫面看到朱凱迪和其他的民主派互相祝賀 也看到當選的幾位有李卓人 有馮檢基 李卓人和馮檢基都是在議會多年 相當資深的議員 在這次的選舉裡面落敗的 李卓人排第10 馮檢基排第13 剛剛跟韻兆堅擁抱黃色衣的黃潤達 亦失敗了 不能夠繼承街公梁耀忠在新界西的一席 他的得票是28,529 他的得票是排第11 那又輪到民建聯慶祝的時間 看到他們幾大長老又上台和他們一起慶祝 拍照 在我們很快隔完一輪得票率之後 又有一些完美的數字可以分析一下 建制派民建聯新聞黨工聯會 陳佳和君堯上一屆得票是43% 今屆猜猜他們這麼多張名單 加上多少呢 43.39% 這些是人為 還是意外呢 還是僥倖呢 少少巧合 但是你要這樣想 就是投票人數是多了很多 今屆現在是60萬票 總共是60萬票 上一屆到最後 如果我看回是49萬多 就是說投票多了10萬票 按比例照樣搬回4萬多票出來 就是額外多了4萬多票 按比例這樣增長 你可以有兩個角度 就是說他們的票員增長了 如果不是高投票率的話 其實他們那個得票率就會上升了 但是反過來都是他們那個票的增長 其實也都是不會怕說你有新增的選民 實際上他都在那個新增的選民裡面 都有他們一定的數目的支持者 在新西那裡就要講講鄭崇泰了 因為熱浦城這次有五張名單 陳雲根在新界東 原本有人傳過說可能會贏 不過最後都會輸 港島區 港島區值得換也不行 2萬票但是都落敗 在九東黃陽達選了這麼多屆 對 今屆換了牌頭之後都可以 我覺得即使入到議會 我們現在聽聽就是鄭崇泰 的政制改革的需要 你見到這次比較多本土派的人 就是民國 就是民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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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這個成績之意 多了本土派的朋友入到議會 是一個好事來的 但是始終都不夠 因為大家見到的是裏面的建制派 都佔大多數 尤其今次都是比較險的 就是裏面建制派 他們那個的表現 或者是得到那個議席 是比想像中之來得容易 所以我會認為這個是最關鍵 就是必須取回單程證的審虛權 就是人口政策的問題 其實白英國是什麼呢 譬如說高了一些地區分 去選擇了一些本土派 或者是後爭的派 反而傳統派派 這次都有點失利 我不能夠很確實地說 因為始終暫時沒有具體的數據 但是在我那個落街站 或者接觸選民的時候的感覺 其實不是說年輕人投票多了 反而是一些可能三十多歲 或者四、五十歲的時候 他們的選民投票多了 但是至於他們的抉擇 是投向建制派 還是還是投一些新面孔的泛民主派 我覺得是需要有進一步的資料去刷 那這個會不會說一定衝擊立法會 或者一直不會跟傳統泛民合作 那這個視乎議題的需要 如果例如納23條 那當然要衝擊 這い早就 Last 질문 這次是 對外國人們的抉擇 方法定有甚麼信用的 對外國人的抉擇 我擔心 有甚麼信用的抉擇 對外國人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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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脫著 有什麼議案的抉擇 這個議案的抉擇 對外國人的抉擇 轉到新聞中心另一邊 就是朱凱迪見恩記者 我們會一次過有幫忙時間 我們會一次過有幫忙時間再安排 不如說一下 整個選舉的過程都是針對著官商鄉勾結 所以剛才他回應英文提問的時候 就提到他的目標是希望做立法會議員之後 可以改革鄉議局 結果是交由選民去決定 李卓人議員不能進入立法會議員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的 我想現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 香港其實要去想的是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新的非建制的繁析會出現 到底是不是還有人叫泛民 還有人叫本土 或者我叫做阻交 是否仍然存在這些標籤 還是要重新想過 我覺得都是要之後在立法會的時候再談 不好意思 我們一次過有一個幫忙 等大家準備得好些好不好 不好意思 同泰 他們兩個合起來都已經得了票 都有兩三萬 所以這個造就了 現在就來到何君堯 一些沒有經驗的 例如李卓人和馮檢基那些票被他拉薄了 如果不是他拉薄的話 我現在和他相差只有五千票 可以鬆一點 特別是李卓人 那他應該可以贏第九席 那我這個可能會輸 你怎麼看呢 選舉很多選舉 這些全部都是一派胡言來的 實際上我們香港全部都是以香港人我們投票 誰一票在手就是我們香港人 是登記選民 其他方面社會做事 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要拿到一個很好的關係 所以就並沒有特別 好像你剛才說的那種情況出現 好嗎 有影響 有影響 如果不是因為他 可能我會的票數會高一點 是 一定有損失 謝謝 to a certain extent yes thank you 好了 幾位當選的新界西方選人 都陸續見過記者 休息一會兒了 剛剛宣佈回來會有港島區的 就先不要再拍照 小島 休息 好